蔡英文加入民進黨之前,是台灣的外交專家 80年代尾,台灣著手規劃加入世貿的前身,關稅建貿易總決定 專長國際貿易法,當時在政大教書的蔡英文獲邀請做顧問 談判15年,終於敲定台灣入世 1998年,第二次汪菇會談,蔡英文隨便訪問 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說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蔡英文有份起草 陳水扁任內,他成為陸委會的主委 我是台灣人是沒有錯,我是中國人,因為我念中國是長大,我受的是中國式的教育 當年對外談判的經歷,蔡英文用之特別改善 我所主張的其實是一樣的,就是維持現狀 林進黨沒有佛瑞1992年兩岸會談的歷史的事實 《九二共識》是在2000年才出來的一個名詞 《九二共識》是一個選項,但是它不是唯一的選項 兩岸領導人歷史性會議,蔡英文這樣說 《九二共識》在兩岸政策上,人民對政府變略前期 也絕對不願意看到又一次的政策決策的破綻 之後她說,不排除將來會議 《九二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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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国民党就只得35席,保不住三分一已席 而被受注目的新政党时代力量就栽身为第三大党 香港基隆选区参选的前台北市长国民党的郭隆斌 在竞选总部宣布落败 郭隆斌同时辞去国民党副主席职务 说国民党一定要深切反省 我们当然要深自的反省检讨 我们是不是对民意的了解已经有了鸿沟 甚至我们对政策的反应是不够快速 国民党在今次立委选举陷入苦战 台北市七个选区只是保住五席 包括已故前总统蒋经国的孙 蒋万安击败民进党候选人胜出 但另一个传统男营票初新北市就变成陆地 民进党由上界得两席大增到九席 国民党就由十席跌到得回两席 在太阳花学运之后梦起的新兴政党持多力量 党主席黄国昌也都成功在深北市胜出 击败已经连任七次国民党的李庆华 我们要赢得的不是只有一场选战 我们要把这一个国家赢回来 把台湾赢回来 同样代表时多力量在台中时出选的红时庸 亦都击败争取第六次年任教国民党 延任立委杨庭英 无线电视机载点门出广告 又分析认为选举结果反映台湾社会 厌倦国民党代表教传统政治文化 由方方声在台湾报道 国民党大选毁败 曾经在马英九正 国民党大选毁败